视频添加成这样 我们加手指怎么加 到这里手指也是文本功能的 没有点这里 没点那里 没有代入感 所以说这里同样的 我们找到添加贴纸 贴纸里面 我们找到打一个手指 手指 看没有 这就有各式各样的 搜索一下 各式各样的手指输出来 选一个你喜欢的吧 那比如说我喜欢这个对不对 来我给它关闭 这个手指你可以变大变小 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都可以 看没有 比如说你想这样放 你觉得它太大 你可以再缩小一点点 看 放到缩小都可以的 放到合适的位置 来这样吧 所以打个对勾 你看一下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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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一句的时候 选中这个照片 选这个手指 给它进行个分割 来我们把这个拉长一点点 待会 待会来处理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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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这里 点这里的时候 我们又给它分割了 来 给它 你看前一张照片是先点这里 点的位置不要搞错了 先点这里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 第二段选中它 看第二段 我们是点哪里 对细节进行处理的时候 可以放大一下下 放大一下选中它之后 然后点这里 是不是 点红星 看一下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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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点这里 点这里的时候 点哪里了 现在是不是 来 这里给它分割开了 因为后面又是点其他地方了 来 我们给它 选中它 同样给它进行分割 这时候我们点哪里 这时候我们就要点这里了 让它点箭头了 对不对 点箭头 你们想点哪里 我只是教你们方法 你们想点哪里 根据自己喜欢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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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复制力 这里没对勤 看到没有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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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位置我们往下来 点这里 来看一下 点这里 点这里 对不对 好 这时候点什么 点复制链接 对不对 下一张是 稍微往后推一推都可以的 我们点 点哪里 先点复制链接 我们给它换一个 点复制链接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换一个方向 或者你想 就是让它更明显一点 你可以把手指稍微调大一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点复制链接嘛 好吧 放上放下都可以 根据自己喜欢 那我给它放到这里 然后我 看一下 先看一下 点复制链接 点一键 这个我觉得放得太下了 让它上一点 好不好 来这样 点复制链接 来 这个位置还是没对好 我觉得 或者你放到上面都可以 你觉得怎么样清晰好看 你觉得怎么样清晰好看 你就怎么样放都可以 然后就这样吧 好不好 哎呀 还是觉得不太好 放上一点点 那我这个不好调啊 好 就先这样吧 来 这样去复制链接 然后在下里 这里又要分段了 分割一下这个手指 因为下里 这里又是点其他地方 我给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回到这里的时候 然后我要点这里一键剪通款 看吗 点击一键剪通款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又要分割 因为下 这里又选择这个手指 我又要点其他地方 我现在点击剪通款了 对不对 那我就点击剪通款 或者因为你怕你这里 手被文案挡住 你可以旋转一下都可以 你可以这样去点都可以 看吗 这样去点都可以 哎呀 不小心复制多一个 插了一个 选择它 看吗 你点击这里可以让它 点击剪通款都可以 随便你们好都可以 按照自己的喜欢去选 去调整 来点击一键剪通款 到这里 到这里又是下一张画面了 我们再次选择它 给它进行分割 然后到这里来 又干嘛 到这里我们就是点 去添加 这里就是上传一张照片了 对不对 那么上传照片 你可以选中这张 你上传的照片 对不对 你手指可以稍微 为了就是看起来更明显 你放大也可以 这些就根据自己的需要了 来先看一下效果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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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复制链接 点一键 减同款 点减同款 上传一张照片 看效果 来差不多这个教程就是这样 但是的话 我们如果想要这个 就是手要有点代入感 动起来怎么办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手指 给它加动画 点击下方的动画 然后这里 我们一般用的是循环动画 循环动画前面这里 我们一般用哪一个呢 一般用一个叫做轻微跳动 那么这个跳动的速度 可以跟你自己去选 那我一般选0.2秒 打个对够 然后下一个也是 都给它选一下 再选一下 怎么选不动 再选一下它 太短了不好选 给它放大一点点 好选一点点 好 你看这时候 因为你太小的时候 不好点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文字同样的是循环动画 我们找到一个 同样的是一个叫做 是不是轻微跳动啊 来轻微跳动 同样我给它 调到一个0.2秒 打个对勾 来你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也来 选中它 然后去轻微跳动 循环动画里面的轻微跳动 0.2秒 然后到下面 因为它的手比较大一点 我觉得这个 我要让它更突出一点 怎么办 我点击动画 这里我就用 我就换一个 换一个心跳 好不好 是不是 速度也是根据 自己的喜欢去挑 好不好 挑多少都 没所谓 打个对勾 看一下 点复制链接 点一键 来一键减动画 也是同样的动画 然后循环动画里面 找到一个叫做 轻微放大的效果 也是调个0.2吧 来打个对勾 那么紧接着下面 这里又来了 点击一键减动画 同样的动画 反正这几个 你都是用 一般都是用轻微跳动 如果你想要 跳的幅度大一点 你就用这个 刚刚 等一下 如果像这个 你又想让它跳的大一点 怎么办 动画 我们同样的循环动画里面 找到心跳 那就大一点了 对不对 0.2秒 3秒都可以 添加一张照片 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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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复制链接 点一键减同款 点减同款 上传一张照片 看效果 这就是 这就是教程部分 那么前面 我又有课程 教你们做片头 把片头 然后再加上教程 好不好 然后尾巴再加上 你们的成品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手机摄影行业 现在就是拍教程的做法 好不好 就引导别人 去用你的减同款 或者有些时候 你们看到 可能看到抖音上 就是有些人 他引导别人 去拍同款 其实是拍不出来的 但是他们也是这样去做的 也是这样去做的 反正这个教程 也是这样去做 就根据你自己喜欢吧 你觉得你想引导别人 去拍同款 可以 引导别人去捡同款 可以 都可以的 好不好 嗯 然后今天这节课 就到这里 嗯 可能对于有些同学来说 稍微有一点点难 那我们就多学几遍 好不好 希望这节课呢 对大家有帮助